今天咱们就来牛街看看 今天牛街小巷里边藏着的一个有名的烤鸡 这个烤鸡一般不是当地的 很难找得到 它这个特别特别隐蔽 走咱今天看看去 来一整只 再来点这个大腿 得嘞 一样来点咱们先尝尝 103块8 好嘞 结完账了 一兜子 看着不多 但都是肉 来咱尝尝 芝麻鸭肉 然后是松肉 松肉是牛肉的 热乎乎的打鸡腿 保持热气的 这是鸡脖子 鸡肝 最后重头戏来了 看看 这赠量的大一口鸡 大鸡大利 亲爱吃鸡 吃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大家好 我是鸣鸣 今天跟大家一起吃鸡 吃鸡必须先来腿 看看 新鸡腿 这油还砍得太得劲了 鸡腿 有点油酥 还有韧劲 然后里边那个肉 特别滑掉 就泥进嘴里 它就直接滑下去了 太嫩了 看着汁 好吃 这个鸡肉 这个鸡烤得刚刚好 里边一点都不老 但是还没有血 吃着特别行 太嫩了 这小孩都能吃 一吃猪就进去了 太滑了 难怪人家有面了 这确实不错 这就是面对面肉 所以天空 会出事 不错 这边就出事 这边就是 边上蒸汤 水 水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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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鸡肉 太牛了 谢谢姐 热通通的热豆丁 你看看多贴心 感觉跟回到自己家吃饭似的 鸡都被我干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尝尝这些 这是鸡肝 鸡肝有点干 不过这种东西免不了 挺香的 也不苦 好多天苦你不觉得吗 鸡脖子 整根的 还挺长 鸡脖子挺嫩的 就跟刚才那种烤鸡似的 特别嫩 大家测试很嫩啊 来 我来尝尝这个 这叫芝麻鸭肉 嗯 您听听吗 我给你咬一下 好脆啊 锅子满满的都是芝麻 酥香 还有芝麻的香味 哇塞真不错啊 吃这个有一种吃那个 开口笑 北京小白 这是一种点心 外边裹的是芝麻 一咬特别酥脆 就有吃那个感觉 但它里边是肉 属实比那香多 这上面是一层豆腐皮 中间加点牛肉 然后土豆 然后搁在锅里边炸 切成短炸 上面这个豆腐皮都炸的酥酥的 然后中间是那种嫩嫩的 它属于外酥里嫩型的 我觉得比我外边吃那些酥肉好吃 那种比较干 咬完也不酥 嗯 它压的好吃了 不错不错 总结一下给大家 这个大义烤鸡 还有那个单独大鸡腿必买 你爱吃鸡腿 你就来鸡腿 爱吃鸡屎买鸡屎 买整只鸡也巨香 然后芝麻鸭肉 我推荐 这个酥肉啊 想尝尝 跟外边不一样的 可以尝试一下 但没有这几个粗菜 但是这鸡肝或者鸡脖子呢 就属于吃着玩了 好了 咱们就吃到这儿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帮我一键三连 好好吃饭 拜拜 鸭血粉丝 看他咬在眼睛里面 鸭血粉丝 好 很舒服 很舒服 我感觉很舒服 是很舒服 很舒服 很酷 嗯 嗯 很酷 很酷 很酷